寒潮来临之夜,多名网友拍下武汉电闪雷鸣 2月19日夜,武汉雷声滚滚,电闪雷鸣 出现湖北最强雷电停机 武汉两小时出现闪电近4000次 2月19日20时至20日8时 湖北共监测到闪电6900余次 其中武汉监测到闪电近4000次 主要发生在20日凌晨零时零分至一时59分59秒 湖北省防雷中心称 这是今年以来湖北最强的雷电天气过程 也是近十年来湖北2月发生闪电最多的一次 网友表示,才刚刚过年,就凶着人 有网友说,武汉2月19号11点左右 第一声雷实在是吓人 感觉天都要撕裂开了 网友,说变天就变天 昨天还在26度,明天就2度了 这大晚上的,这个闪电和雷 也太恐怖了 网友,这天气实属不懂 打雷闪电吓死人 武汉这天气比往年更离谱 一晚上对面楼的声控灯都齐刷刷的在亮 网友,正月雷 昨晚武汉电视雷鸣 风雨交加,雷声不断 属实不太正常 龙年一时,中国异常天气频现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 正月打雷,遍地是贼 是说当正月出现打雷的现象 可能预示着庄稼的产量不高 甚至出现绝授 为了生存,偷粮食的人多了 也就是贼多了 另有民间谚语 正月打雷焚骨堆 是说当正月出现打雷时 就会焚头激增 土骨堆,过去都是土葬 焚堆像个土包 这是预示当年会出现大规模的人群死亡 会出现吃不饱或者没东西吃 而饿死人的现象 就出现到处是焚骨堆 古人认为正月打雷土骨堆 而土骨堆极为疫病降临 焚头激增之一 所以正月打雷是不祥之兆 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帖表示 正月打雷是有灾祸 尤其是下雪还打着雷 不是好现象 新年刚过 又一波寒潮袭击中国大陆多个地区 暴雪 冻雨导致车辆受困 网友说 陆滑到我直接原地180度掉头 下班头连冻成冰棍 山东也有 今天打低 司机说一只黑狗滑老远 还有些其他地区的网友分享说 沙东也下 全是冰豆子 明天这巴可是不好上啊 青岛直接下冻雨 马鞍山雷暴 未来四天下雪 2月20日当天 河南网友分享说 河南多地下起陷雪 有网友戏称下了一场干燥剂 洗衣粉 县市在高空中的水蒸汽 遇到冷空气凝结后 降落的白色不透明小冰粒 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出现 还有些地区叫雪子 雪深等 有网友发视频称 去武台山游玩的旅客 因为下雪滞留在公路上 回不去了 目前 河南省多地已下大雪 郑州等地出现大米粒冰雹雨 大河网报道 20日下午3时左右 郑州下大雪 地面迅速白茫茫一片 当地下起了冰粒 大米粒冰雹雨 快科技报道 20日午后 河南郑州 开封 许昌 平顶山等地出现冻雨 大雪 冰雹 还伴有雷电 下鹅毛大雪 河南成了20日降雪 重点照顾区域 20日至21日将是受强降雪影响的核心地区之一 视频显示 当地地面已雪白一片 天空中又下起冰粒大小的冰雹雨 窗台 车上 马路上积满了冰粒 新疆则遭遇龙年首场寒潮 大范围降温降雪 北江富运县托尔红乡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52.3摄氏度 打破历史极致 新疆极寒天气 导致湖里大群水鸟被冻死 冰封在湖面上 惨不忍睹 网友哀叹 都来不及飞就冻死了 好可怜 冰河世纪突然来临 我们人类是不是也会这样 还有网民表示 南极都没这么冷 住冰箱里还比较暖和呀 此次降雪天气 正值新年假期返程高峰 大批回程旅客 在高速路上受到暴风雪袭击 新疆 甘肃等地 大批旅客被滞留 在新疆若羌县伊吞布拉克镇 到若羌县城的高速上 风吹雪天气 导致部分路段积雪厚度达一米 一千多辆车被困 位于新疆伯乐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武士 八十四团一名男子 19日发布视频说 家里养的大母鸡 都冻死了 完全冻硬了 鸡棚里的一只小白鸡 冻得毛都炸起来了 冻得都不会走路了 一瘸一瘸的 视频中 男子在地上捡到一个鸡蛋 来看看我们家这个鸡蛋 他能下我就已经很意外了 下了个鸡蛋冻裂了 冻成坏蛋了 他说 这几天实在是太冷了 这股寒流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 看天气预报 应该还得持续一个星期 评论区有许多新疆网友留言 今天早晨 我看见鸽子都冻死了 前天我的尸头鹅冻死一只 冻死前胖乎乎低 小时候冬天经常能看到鸡蛋被冻裂 现在气候真是变了 前几天还下雨零上十几度 这几天零下十几度 今天在外面看到鸟都冻得不飞了 只在地下窝着 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 微博账户中国天气称 龙年首场寒潮影响已持续四天 大范围雨雪波及界二十个省区市 多地高速路段及收费占封闭 2月20日 江苏宿迁遭遇暴雪 冻雨 网络消息显示 20日深夜 21日凌晨 该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顶棚被大雪压塌了 网民直呼豆腐渣 另外 宿迁网民发视频透露 当地不少蔬菜大棚也被压塌 21日 网络传出多个视频显示 江苏宿迁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顶棚被大雪压塌了 视频中 该大厅顶部全塌 建筑碎渣散落在大厅内 整栋建筑只剩四周墙壁 犹如一个巨坑 该医院之外 白雪覆盖着马路 爆料民众称 当地已下洞雨 当地网民留言说 这可是公立医院啊 而且建设还没多久 昨晚11点一声巨响 我以为是空调傻射备 吓死我了 另有网民说 幸好是晚上 要是白天得多少人遭着无望之灾 不幸中的万幸 白天要砸死好多人的 豆腐扎工程 是不是那个心脏搭桥 没有桥的医院 这就是质量问题了 然而 截至发稿 江苏当局未通报此事 江苏气象部门称 2月20日 该省徐州 连云港 宿迁 淮安 延城等地 陆续出现动雨及大雪等天气 宿迁 徐州教育部 20日晚间 发紧急停课通知 称21日 全市中小学级幼儿园停课一天 除了医院坍塌 多个视频显示 宿迁农民的大棚也被压塌 视频称 雪 下得太大了 所有棚子都塌了 救救农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